大家好,我是李小森 猜猜我旁边的这个庞然大物是什么呢? 你看,它像不像一个大乌龟啊? 而且呢,这个大乌龟上面还陀着一个非常大的碑纹 实际上呢,这就是明孝林的神功圣德碑了 其实上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乌龟啊 这个像大乌龟的神兽呢 它其实就是龙生九子的其中一个叫碧系了 它呢,天生爱负重 也就是说,它身体上喜欢背着很沉很重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神功圣德碑 一般都是这个由碧系来背负的 这个碑纹上面呢,一共有两千多个字呢 这个是明成祖朱棣亲自为明太祖朱元璋亲手钻刻的 现在已经看不太清楚了啊 因为它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了 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碧系 这么大的神功圣德碑 其实之前呢,我有看过这种的图片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博物馆啊 各种博物馆看到有这种的图片 但是呢,就这么大的神功圣德碑 真的是我第一次见到 真的是太大了,太震撼了 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 摸摸碧系的头,从此不发愁 摸摸碧系的钉,从此不生病 走,我们去摸一下 好了,以后就不生命了 孝陵大基门正北五十米处的大名孝陵神功圣德碑亭 当时那个石像声只有这么大点儿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石像声了 而且我还是头一次见骆驼的石像声 看一下这个大象,让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 我们那个公园里面就有一个大象滑梯 从他的鼻子直接就滑下来了 和这个大象一样高啊 因为我小时候很小嘛,就这么小 然后从这直接滑下来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这个应该就是一个双马桩了 但是呢,它是在大象的前面 所以它叫双相桩 这个石像声雕刻的是将士的石像声 这也是我头一次见到将士的石像声 石像声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高大威猛 这里就是文官的石像声了 文官武将都有了 我身后呢,就是文武方门了 这个文武方门呢,也是明孝林宫的第一道门 当时是粉色的啊 这个叫祥云,这个叫祁云 叫脚踏祥云,屏幕轻云的意思 就走在这个石头上是非常祥云的意思 这个中间字是康熙的啊 康熙的旁边是乾隆的 两边是乾隆的啊 这边呢,是在1751年 乾隆皇帝第一次下江南的时候 这个碑 这个就是康熙皇第三次下江南时期的碑 智能唐宋 啊,什么意思呢 啊,就赞美啊 就是我们当时清朝的皇帝 赞美前朝的皇帝 啊,这个国家功绩啊,超过了唐奈东李世民和宋太祖造坏 所以叫智能唐宋 啊,就是赞美他啊 以修复江南移民的这个新挑白人政策 这个呢,是一个大兵器 我当时有这样的说法啊 不说法 因为呢,它有着巨大的功绩 所以它是神社啊,神社 大家可以来摸一摸 摸摸这个石龟头 万事不用愁 摸摸石龟牙 回去就跳了 哈哈哈哈哈哈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啊 就这个碑垫啊 是清朝时期建的 1865年的时候建的 最早呢,是没有这个碑垫的 后来在清朝的时候 因为清天和太平均都站过 我们这的建筑全部烧毁了 所以可能这石龟也是那个时候给转断了 然后在清朝,康熙来的时候啊 然后起了这块碑 但是呢,清朝的这个时间啊 没有两百多年 在战口中可能它会断过 后来的这个两江总督 在1865年的时候 就是曾国藩,我们时期的曾国藩 然后修了 为了保护这个碑 修了这个碑垫 就是这个上面的楼 这两个建筑是不去同时期的 那这边呢,就是1751年 这是1699年 江南直到相当于两江总督啊 就是比我们的江苏省省长啊 当时的江南省是三个省长啊 上江和下江 所以叫两江总督 上江是安徽 下江就是江苏 包括上海啊 来看一下这边有曹 曹雪芹的刺啊 来看一下啊 在这啊 在这啊 对的,曹鷹 加五,曹鷹 三顶呢 其实我们这个曹雪芹 和曹鷹呢 它关并不是最大的 但是它其实... 相当于负负的啊 三笔 三笔,相当于省长啊 这就是三块单笔石啊 这个,这上面呢 是二龙西周日照山河啊 这边呢 还有一个农村城祥啊 看不出来了,有点风化了啊 朋友们看一下 我身后这座文宝碑就是 明孝陵的文宝碑了 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明孝陵呢 也是江南最大的一座皇帝陵墓了 而且呢 也是我们全国为数不多的 保存非常完整的一座地陵了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 拜拜